就是我打开Excel 然后我看到大写的台 我就换成小写 这个时候我们脑海里面一定想到 那干脆我就尽可能的都把这个 就是公司所在地址里面 如果遇到大写的台 全部都改成小写的台 好所以这个时候如何做到这件事情 滑鼠右键针对公司所在地 然后点选取代值 然后要寻找的值是这个大写的台 取代为小写的台 然后点选确定 好了当然这里面我们等一下做地址栏位的一个切割的时候 我们尤其看那个最前面的县市别 要看到里面有像台中的台台南的台台东的台台北的台都是要小写 好那只是现在现在我们应该找不到了应该找不到这个小大写的台 所以以上就是这个地址里面如果有大写的台如何换成小写 好那取代蛮容易的